今天我們邀請的是軍事評論員施夏偉 夏偉哥來跟我們談談最新的台灣的這一個F-16V要成軍 這是空軍的大勢 F-16V到底有多厲害 那這個成軍是在11月18號 蔡英文總統會親自去教育 這兩天的話題當然是我們潛艦國造的龍骨要安放 為什麼蔡總統沒去 是不是有點不看好這個潛艦 當然是題外話 國防部已經發新聞成定 絕對不是 因為國外的什麼潛艦的龍骨的安放 都沒有請總統 對也沒有 不能搞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也不是一個太大的事情 F-16V的成軍一定是大事 成軍之後對於台灣的空軍戰力有什麼樣子的具體重大的進展 好其實我們看這個F-16成軍 阿王跟大家問好 非常高興來到深紅 online 然後這個F-16它這個成軍其實跟過去來講 當然你會發現我們現在這個F-16 它本身也是把現在的F-16做個性能提升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叫做A B 它現在叫做V 1991年老布希同意賣給我們台灣的F-16叫做F-16A 然後因為F-16來說 它當年從1970年代中期開發完成 然後1970年代末期開始進入美國空間服役以後 你看1970年離現在多久已經40多年了對不對 所以你當年做F-16跟後面你做那麼多的F-16 在飛機上來講你不可能說1979年的F-16跟2019年做F-16是同一個F-16 所以在F-16上來說它有 就是第一它可能會分型 就是A型跟C型是主要一個次型 另外它如果說你看像A型跟C型 它那個生產時間又是漫漫長和 像比如說F-16C來說的話 大概從1980年代中期就開始生產 你說生產到現在也不可能是一樣的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叫做批次管理 所以我們的F-16很妙 因為當初我們的F-16在買的時候 它其實F-16C已經在大量交集了 所以我們的F-16戰機它當時以它們飛機它整個來說 它其實F-16是用一個叫批次管理的概念 因為就是一個block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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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年F-16C的block是從block25開始算 那25之前都是A model 那我們就剛好站到前面一個空的block叫做20 所以我們早期的F-16叫F-16AB block兩棟戰機 但做了新的性能提升以後 已經跟過去舊的F-16已經完全不一樣 譬如說你看保險飛機的雷達 最重要這個雷達從原本機械掃描雷達 換成電子掃描雷達 而且從原先的被動掃描變成現在變主動掃描 所以它這個雷達就大幅提升跟經濟 大支一點 對雷達就大幅精進了 然後另外我們的飛機買了以後 原本以前我們剛剛講 美國在老布希賣給我們F-16說 它其實給我們很多的限制 像我們剛剛看到原先在F-16 它就故意給我們一個叫輕機身的起扣架 幹嘛呢 怕你飛機掛太多東西 怕你飛機弄得太重 然後弄太多油 可以幹嘛飛到對下去轟炸老共 那你飛不遠是不是 飛得夠遠 但是你不能載很多東西 不能載很多飛彈之類的 炸彈飛彈 它給你機體最大起飛有了限制 現在給了我們這個性能提升之後 也因為其實因為美國對於兩岸之間的戰力 它是採取一個動態的概念 20年前你不行 你這個太強了 我要限制你 20年以後他們強了 那我就給你的限制要少一些 所以它就是讓我們把這個起扣架也換了 所以我們的這個飛機本身現在可以 以前載不動的東西 現在可以比較載得動了 然後另外當然我們剛剛講 像飛行員這個座舱 它其實也用了更好的電子顯示系統 讓你這個飛行員可以 比如說包含在執行任務的時候更輕鬆 當然最重要的這個改變是什麼 也就是它配了一個叫頭盔瞄準具 這個頭盔瞄準具的話 它飛行員就變成說 我們以往在空戰中在纏鬥的時候 我比如說雖然說即便我的這個纏鬥飛彈 是一個全向位的飛彈 但是我飛機的機筆我一定要對著你 比如說至少我機筆要對著你 我才能夠飛彈鎖定你對不對 那個紅外線飛彈鎖定你 但現在不用了 比如說我現在跟你在做纏鬥的時候 我們一見面一定是大家開始看 做一個這樣一個動作對不對 剛才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對不對 變成說好像在比武 對其實變成說你應該在我這邊 我在這邊飛你這樣飛 但這個時候我的頭盔有個瞄準具 我轉過去 頭盔瞄準具就像把你拉槓以後對不對 我這個飛彈就可以在這個狀態下 我就飛出去這個飛彈 而且還可以這樣轉個90度 這樣的話我們在纏鬥上來說 就是我沒有瞄準你 飛機沒有瞄準你 我機筆不用朝著你 對但是我的頭盔已經瞄準你了 而且我飛彈還可以發射 對 這當然在纏鬥上來說 就比過去非常大的這樣一個精進 另外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我們的性能提升以後 它可以搭配這個叫AAQ33 這個AAQ33它本身 你說這個在空站上有什麼大幫助嗎 它是一個目標標定的夾艙 但大家知道它這個目標標定是靠什麼 靠雷射 但是它的目標的獲得是靠什麼 靠紅外線IR 就是紅外線的話 你知道你像這個AAQ33這個夾艙 美國人現在賣給在他捕莫美國空軍上 配備這個AAQ33這個夾艙以後 它不太去強調說我能夠打炸多準 我能夠幹嘛 它做一個非常有意思的Promo 它去Promo它的HADR的能力 什麼是HADR 就是災難救助跟人道救援 你們講這麼一個大的雷射標定的 攻擊性的這樣的夾艙 為什麼會去強調它的災難救助跟人道救援的能力 好 因為很簡單 它是用紅外線獲得目標對不對 紅外線獲得目標 就是收舊是不是 對 你知道美國B50空炸機帶著這個夾艙 飛到3萬多4萬英尺高的高空 它去幹嘛 他們接貨通報說有個小船在太平洋中間不見了 你必須幫忙找一找 你說太平洋這麼大怎麼找 所以它就用B50空空炸機 長時間在空中繞 看到海面上有一個亮亮的東西 好 這個時候因為它的解析度很好 它的紅外線解析度很好 掃到了 好 這時候B50在降低高度 降低到1萬多尺靠近它 直接掃 Bingo 找到了 所以你知道這就很妙 這個在空站上來講 它就可以代替我們 過去一個非常需要的一個東西叫做IRST 就是紅外線的偵測裝備 這個裝備重要在哪裡 因為你知道嗎 現在大陸不是有殲20號稱是逆蹤引擎戰機 雷達找不到 但是你雷達找不到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但是你殲20這個飛機在飛的時候 你飛機屁股會發射熱 就是你的尾管一定會噴 紅外線找不到 紅外線找得到 所以就變成說 我先用紅外線的廣域找 這個地方怪怪 這個時候我在用比較窄的角度 把我的IR專門朝向這個方向看 而且它跟雷達兩次聯動 這個時候我紅外線已經找到這個地方怪怪 我在用我的主動電子掃瞄 非常努力去找這塊去 Bingo 你就在那邊 所以是破解密宗戰機的一個新型的徵收方法 對 所以你看 F16V未來對我們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它這個新的 現在很先進 對這幾個新的能力加進來 說真的 跟過去的我們空軍習慣那種作戰方式 就會有非常大的不一樣 而且另外很重要是 它本來 當然這個選了沒有我不知道 但是以F16來說 美國空軍提供的這個叫什麼 叫式型油箱 什麼叫式型油箱 你可以看 原本飛機它在這樣的時候 你看它這邊有一個內掛架 中掛架跟外掛架 還有翼間掛架 這個時候原本你內掛架 因為它離飛機機身最近 所以這時候翅膀在這個地方結構最強 所以它通常給它掛很大的一個油箱 比如370軟的或480軟的大油箱 這個油箱不用了 就移到機背上雖然說也會增加一些阻力 但是相對來說 我的這個油箱就可以整合到機背上 我這個地方就可以拿來掛沙灘 掛飛彈就可以掛 然後這個時候它同樣我們剛剛講 因為你反正輪胎也變大 所以你就可以提升它的飛機的 當然不過這個部分是要新買的 BLOCK70才有 性能提升的還沒有 但不管怎麼說 以現在來說的話 它現在我們BLOCK兩棟戰機 至少我們剛剛講到 有這個 至少現在這一段時間可以頂住了 後面我們跟美國買的更新的 BLOCK70戰機大概從明年開始交際 還有這個四行油箱 就可以讓我們的飛機飛上去飛得更久 對不對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飛機的目前效能 會比現在的F16 他們如果以效能來分析的話 大概可以讓F16的效能增加到兩倍左右 對 好像有說這樣子F16V的戰隊 它可以發揮聯網作戰的功能 就是說它就算關掉雷達 它還是可以繼續進行 這一個攻擊性的作戰 對 因為像比如說以F16來說的話 其實F16這個飛機 它在開發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還沒有博勝之前 就是整個聯網之前 F16跟F16之間 他們彼此之間就已經有 他們自己本身的資料鏈路 也就是說我看到什麼 我的雷達看到什麼 我可以share給我的聊機 然後可以甚至share給我更遠的 那種其他編隊的飛機 所以它就可以營造一個 其實以戰爭來講很重要就是你要看到什麼 你要知道有什麼東西才能達到什麼 對不對 所以好在這個情況下 你F16本身自己就已經有資料鏈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就可以藉由我跟我之間的 我經歷的聊天之間的資料鏈 甚至於我跟我更遠的飛機 只要我們的資料鏈能夠交換到範圍之內 我們就可以把它連結了連結連結 連成一整片 我們就知道我們現在這樣一個威脅這樣的狀況 再搭配上預警機的話 就可以有更好的這樣一個效能 那在這個時候其實以我們現在 甚至你說它搭配更新的 這個祖宗電子防曼雷達 加上我剛剛講的AQ33 它甚至可以有可能就可以抓到逆中戰機 這個時候原本你逆中戰機衝降 你根本是抓不到 你不知道它在哪裡 但現在你能夠知道 而且我今天我看到 不是我自己看到而已 我還可以告訴我的聊機 我們所有的整個在網路裡面的 所有的夥伴們都知道 現在威脅在這位 你相對來講 像在打空戰的時候 你要能夠空戰中打贏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我要看得見你 我看不見你我怎麼玩 你如果說像我們大家前一陣子的電影叫隱形人對不對 隱形人不是要穿個隱形衣的把別人打亂七八糟的 其實逆中戰機跟非逆中戰機差異就在這裡 我看見你你看不見我 一旦我能夠看得見你 比如說我潑個水讓你這個鏡頭對不對 沒有辦法發揮原先隱形的效果 我就看到忽隱忽現 這時候我就知道你在這裡 至少我知道你忽隱忽現在這裡 我就可以打你了 我就可以板置你了對不對 這個在你這個戰機上來說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了 對 所以逆中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像這個 破解逆中 對我們F35一直想買都買不到 對但是有人說F16V的這一個雷達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AESA雷達跟F35有85%接近 所以這是一個孫生兄弟戰鬥機的概念 應該這樣說是整個雷達性能提升之後的這樣一個 等於說美國當初是在我印象 其實那時候內政博有去2012年 在新加坡航空展的時候 美國那時候之前就宣布 它可以讓就等於說 這個同一個技術研發出來的這一款 就是叫APG83這個雷達 可以賣給一些國家 那這些國家當然我們做化民國就在裡面 也就是說今天你美國現在要同意出售這個東西 我們才有可能去買它 然後做下一個階段的性能提升 所以很重要就是如果沒有當時 過去在2012、13、14那個時候對不對 就馬前政府同意要做F16性能提升 如果那時候馬前政府沒有說要做新的提升的話 你今天你後面你要買到APG 就是APG870也沒那麼容易 當時在美方同意給這個雷達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一點就是它本身是一個電子掃描雷達 這個電子掃描雷達跟我們過去的那種傳統的APG66 就是APG原先那個雷達 差異最大當然第一一個是主動掃描 一個是被動掃描 那個當然距離跟它的那個電波 就是掃描電波這個密集度差很大的 像主動電子掃描沒有它這樣一個 它一小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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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可以每一個小格都發出一個電波 所以你看它變成說 那個雷達可以發非常非常多的電波上去 看到你的這個敵機的時候 它就可以做一個非常持續性的這樣一個掃描 就是可以把你的飛行路徑非常清楚的 給你這樣劃下來 像過去我們講的舊的雷達 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它機械掃描 就變成說它其實飛機是要有一個天線的支架 支撐你這個天線這邊轉啊轉的 然後這個天線支架其實說真的 就影響到我們F-16投戰率非常大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我們前面它就是一個萬象機頭 一個合上頭 合上頭可以把天線往這邊推 往這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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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飛機在飛的時候 往往是在一個大激勵 就是飛機在有自我動作這個情況下 這有自我動作 然後又要把它往這邊推 往這邊推 所以這個頭很容易磨好 所以以前我們F-16沒有辦法升空作戰 很大原因不是因為飛機不好 飛機有故障 而是就這麼一小的零件故障 因為你的雷達不能動 你出去幹嘛 沒有用嘛 幹嘛 所以我們的過去 現在用新的主動電子掃瞄雷達 就把我們剛剛講這個動件就沒有 它就變一個平面的 然後它又可以做這樣多很細的掃瞄跟追蹤 會比過去F-16雷達 他們說光是雷達的效能 大概就提升到過去1.8倍到2倍 就是搜索距離更遠 而且它的搜索的效果更好 妥善力會更好 不會因為這一個零件 對不會因為那個妥善頭 對 所以我們未來在南方空域的戰力 我們現在其實在南方空域是最常會有 其實說是南方 我覺得不只是南方 西南是最明顯的 但是因為我們東邊通常來說 我們在東邊只有大概到東京 我們ADIZ就東邊比較小 其實旁邊很大一塊已經被日本擠掉了 你大概ADIZ的分界線 就在宇納國島那條線上 所以我們應該是記得是 應該是東京122度吧 好像是 然後但是你看 所以相對來說空域 其實你知道嗎 大家不知道是 因為最近大陸的軍機 常常就跑到菲律賓海去逛大街 所以他們從石淵宮古島進去 其實我跟你說 台灣東邊的空域也很熱鬧 只是因為它不在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每次在日本 在日本嘛 對所以我們結果不報 但其實我跟你講 東邊西邊現在一樣熱鬧 所以未來我們的F16 新的Block 70交接要擺到台東基地 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又能夠顧東邊 又能夠顧西邊 當然以西邊現在來講 所以它未來是在台東基地 對新買的F16 是要擺在台東基地 大概我估可能回來60架 6架會留在美國 做我們在美國有一個叫做 就是一地訓練 以前是在一個叫陸克基地 現在要搬到一個叫 Tusun這樣一個基地 那個基地你看之前不是有回來的10架F16戰機 因為那10架回來的飛機在美國那個Tusun 在陸克那個基地 是我們當初跟美國買的所有F16裡面 超最兇的一批 為什麼 因為天氣太好了 每天 每天 365天 天天都可以飛 而且每天都飛個至少兩到三個P次 所以他們說那批飛機 以現在我們在台灣的F16飛機 機零大概可能從1000多小時 2000小時 3000小時的機零算很高的 那批回來飛機的機零大概都4500小時 超的超兇 所以未來也會有一些新的F16 這一個戰力比起來 那不是轟20 現在他們的主力戰機是蘇凱嗎 因為其實也比較好 因為蘇凱戰機後來他們把一些跟大陸 進行了一些交易以後 就中國大陸也可以用蘇凱戰機的外型 去設計一些新的功能 對 但是OK 基本上來講還是蘇27大家族的飛機 可以延伸機 或者說 甚至於很多人說蘇27就是側位家族 就蘇凱27這個戰機 他最後整個把飛機的外型 就我們講到空氣動力外型 發揮到最極限的 不是在俄羅斯自己 是要跑到中國大陸去了 對 那現在兩岸的軍力的比較 空軍的軍力的比較 那從我們的F16V成軍之後 兩岸怎麼比 應該就是說從原本可能天城 已經對我們極度不利 至少F16V成軍 把他拉回到一個 我們有能力跟人家一拼高下這樣一個空間 不是全然的挨打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現有的空軍的載台的能力 面對大陸的殲20戰機 完全一籌莫展 真是完全一籌莫展 但至少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你有了新的AQ33以後對不對 他可以對空搜索 廣域搜索 可以找到疑似的熱源以後對不對 這時候搭所有雷達 這個地方怪怪的 大家一起看 然後這個時候 你殲20被我們找到的機會就大多了 這就是真的 從原本完全一籌莫展到現在 我們已經有機會找到你了 在空站上就是我有機會找到你 我有機會看到你 我就可以指揮大家來對付你 就跟過去 原本你看不到 你就像電影影師人一樣 從哪邊來 拿個刀子劃你一下 你根本都不知道對不對 你要看到刀子出現 哇不得了刀子來了 那這時候 來不及反應 你已經來不及反應了 但至少我們現在知道 我們已經看到有個刀子在空中 這樣一路晃過來 這個差異就很大 對 所以除了這一個 剛才講說我們的FCLV成軍之後 兩岸的空軍的勢力 就比較平衡了一點點 平衡一些 對平衡一些 不過中國大陸的解放軍的進步的速度 其實是非常的快 不管是這個船跟下水角一樣 飛機也是性能不斷的提升 連美國都開始有點擔心 對 最近在中國解放軍的72週年的 這一個影片當中出現了一個模型 只是模型而已 那這個模型有人說是轟二十的模型 那轟二十到底有什麼特別的 為什麼大家會有這麼多議論紛紛 好我們現在光看到這個外型 那當然你說這個東西就是轟二十 如果做出來轟二十這樣的話 大家看了也會覺得 啊就這樣啊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初大家對轟二零最大的一個揣測是什麼 它會像美國的B2轟炸機一樣 它是一個飛行翼 那為什麼會說這樣一個飛行翼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這飛行翼 其實也有那麼一點點 那個飛行翼的這樣一個味道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可能是他們 可能在研發的一款 這個大型的逆中的運輸機 或者花那個不管怎麼樣 但是我們從這個外型上可以看到 它其實基本上來說 也是朝向一個飛行翼這樣一個概念去做 而且它的外型其實也相對來說 相當的圓滑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圓滑就比較容易吸收 這個就比較不會對雷達波造成一個大量的單向反射 就是說我們現在 就不容易找到它 比較不容易找到它 這是事實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說你今天你要在雷達上看到它的話 它飛機的外型這樣非常複雜 你知道那個雷達波打上去之後 有各種不同方向的反射 這個時候你的發射源 就是你的發射這個電波 就可以多少捕捉到一些以後 就說那個地方有疑似的奇怪怪東西 我們再把它朝這個方向加強努力徵收 逆中戰機就是它這個外型 就讓你這個雷達波打去以後 盡量朝向 不是朝你原來80元這個方向去反射 所以相對來說 你那個雷達反射就會非常小 弱有次無的 那就很討厭 它那個外型其實相對來說 也還符合到這樣一個特色在裡面 所以也就是未來你可以 我們大家至少可以確定一件事 轟二零做出來的話 第一當然有可能是走背景 也有可能是這樣的外型 看似比較渾圓的這樣一個外景 但是它的外表 一定是一個逆中的一個外表 也就是說它會讓你的雷達波 相對來說 比較不容易反射到你原先發射源的部分 但是因為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相對來講 台灣其實我們也要知道 我們不只防空飛彈密度最高 其實我們的防空雷達的數量也非常大 所以我們在防衛上來講 還是可以去盡量發揮到 我們這樣一個優勢 也就是說因為你如果說防空雷達很多 就是你有不同的各種不同方向 這種雷達波 這種雷達都可以看 然後再加上就用網路把它連接以後 A看得到了 B不見得看到 但是A看到之後 B如果朝這個方向去加強搜索的話 你有可能會看到 的確有可能這個地方有問題 這個時候在C、D、E 不同的角度這樣去看的時候 相對來說 這個逆中戰機 被發現的時間就會比較少 逆中逆中它為什麼是屬於逆中 就是說因為今天我們剛剛講 你雷達波打出去以後 它就都跟你朝其他一個方向彈掉 你的發射源能夠看到相對來說少 但是如果說今天我們有多重的雷達 相對來講就可以從不同的面向去看它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 空中有疑似的目標這邊 大家就幫忙多看 朝這個地方去找一下 你就可以有可能找到 另外逆中它最大的意義在哪裡哪裡 如果說一架F3組跟一架蘇3組 兩架比對頭而來的話對不對 蘇3組大概叫離F3組50公里的時候 這個時候F3組才會被蘇3組看到 但相對來說F3組大概在三五百公里外 就看到蘇3組了 這個就是有逆中 沒逆中的最大的一個意義跟差距 現在中國大陸就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優勢 它有逆中我們沒有 它可以盡量讓它的飛機已經飛到我們頭上 可能距離我們二三十三五十公里才看到 這時候它就我們的地面系統 相對來說或是空中的戰管系統 就沒有辦法那麼快的反應到 能夠去不管你是用防空飛彈打它 或是聯絡再風機去攔截它 它希望能夠把我們的反應時間 壓縮到極致 但是同樣的 如果說我們能夠盡早看到它的飛機的話 相對來說 它能夠給我們造成這樣一個奇襲的效果 就會比較低 不過有人看到這個模型的外型說它跟美國海軍的X47B有一點像 對 這個功能上面性能上面 還有這個外型上面 你可以比較一下 好 轟20它如果要做的話 它一定是大型的轟炸機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去踹門 或者說是它要能夠深入到敵方的後方 對重要的設施進行一個逆中 就是你看不見我 但是我可以來 我可以盡情的丟炸下去 轟炸 對 F47B它其實當然它後面跟它後面所研發出來的 其實F47B美國空軍 美國海軍並沒有用 而是用了對手的競標商的 就波音提的一個概念叫黃鯛魚 那個黃鯛魚這個東西 其實當然你說它外型的確就跟它 相對比較一個橢圓的一個機身 然後擦兩根翅膀上去 黃鯛魚的這個角色它是做什麼呢 相對來講它就沒有做到那麼大 但是它做是一個伴隨的一個加油機 也就是說第一它可以跟著你的攻擊機 就會進去 為什麼 因為美國空軍跟美國海軍都發現一件事情 你要能夠延伸 戰機的打擊範圍 空中加油很重要對不對 但是空中加油一定要在一個友善的空域裡面 如果說因為空中加油其實都很大 你那邊繞繞繞飛 它有個固定的一個模式 那這個模式被人家掌握之後 它就很容易在空中去找這樣一個模式 就找到你就把你打掉了 但是你這個戰機的延伸範圍還是很重要 那這個時候像黃鯛魚這種東西 就可以跟著你的戰鬥機一起進去 然後進到敵對空域以後 或甚至黃鯛魚它未來甚至可以做那種 就是逆蹤的表情 讓你先進去 你這個無人機你用逆蹤 你就是在炸彈進去 你先進去然後去炸你中央目標之後 我後面的戰機再跟著進去 然後或者說我們可以一起進去 你幫我統統加油 我就可以背得更進去更深入 然後進行我的這個打擊任務 但是轟20它絕對是一個大型的目標 那這個大型的目標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要能夠獨立的進到對方的內陸 或者是你的防空網的後方 去炸到重要的戰略的這些要點 所以相對來講 它這個力中性對它來講就非常重要 它會跟我們剛剛前面講到X47B 在外型上可能或許有些類似 感覺這個跟那個有點像 但是它的用途跟它的主要的 打擊的任務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說它的武器的設定跟想法 可能是不太一樣 不過美國的軍方最近比較常常注意的 就是新疆的沙漠 一天到晚在看新疆的沙漠到底在做什麼 那最近說發現了兩個標靶 用美國航母還有美國船艦的標靶 代表說解放軍現在的主要的目標 是美國的航母 那到底看到這個代表什麼 好其實它有這個要跟之前 它這個是美國海軍學會所丟出來的訊息 其實之前它是看到 他們在路上新疆沙漠裡面弄了兩條鐵軌 然後這個鐵軌還會彎彎曲曲這樣走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在今年的大陸的 出海洪工展上展了一個東西 它那個叫做什麼 它那個是展的是一個模型 大家看那個模型都覺得 就是騷騷頭 覺得你這怎麼弄 它說移動式藍軍電子對抗的一個模擬設施 也就是說它就模擬這樣一個東西 看起來就感覺就做的有點像航空母艦的樣子 然後想說這個東西這麼大怎麼弄 結果美國人大概可能他們也有人去參觀 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再對照他們在沙漠裡面拍到這裡 說這兩個是一樣的 就覺得這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怎麼一回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就看到一個有點像大小還蠻大 大概上百公尺這樣一個東西 然後它用兩條鐵軌 然後可以在沙漠中藉由這兩條鐵軌 然後這樣跟著動 然後它上面裝了各種那種電子板子的 這樣一個措施設施在上面 去模擬一個美國航空母艦所可能會 產生的這樣一個各種電子訊號 然後再測美國的這種 在測大陸的彈道飛彈 或者說是模擬的這樣一個彈道飛彈 有沒有辦法去模擬擊中它 因為你如果說今天你做這種所有的設施 都是擺在地上不會動 那對不起 你要去模擬對一個固定的東西 去做一個電子板子或各種這樣一個板子作業 相對來說難度不高 因為我這樣你就在那邊 我得好好的瞄準就好了 對它如果一旦動 那我這個時候我這個所有的高超英式武器 或什麼東西 有沒有辦法能夠順利的 擊中這個移動中的這樣一個目標 這個就差很大 所以他們這次在沙漠中做一個 叫做模擬電子什麼電子 藍軍電磁信號這樣一個模擬設備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標靶是會動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會 另外一個會 對 你抓到這個圖是不會動的 但是意義是一樣的 就是說它今天都是要測試 就是說像比如說這個標靶 因為跟上次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兩地還有距離 差了500公里遠 因為以美國的航空母艦 如果說今天要來 今天為什麼會說今天 我們對美國到底會不會來 當然美國現在戰略是越來越清晰 但是你就必須要想到 它能夠應對這樣一個方式 那從過去美國一直是想定 就是運用到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過來 那他們航空母艦會怎麼擺呢 我曾經在2007年 美軍也已經看過一個這個場景 他們的模擬的場景是 在台灣的東部海面 大概以位置來看 台灣島 東北邊上 不就是石淵宮古島嗎 它會在那邊跟它附近 擺兩個航空母艦 其實石淵宮古島 離台灣大概也三四百公里遠 然後另外在台灣的綠島 藍嶼的東邊 大概差不多就是跟著 那個石淵宮古島 差不多的位置 垂直的位置 對 再擺一個航空母艦 大概可以擺三個航空母艦 那你看兩者之間 其實它就已經間隔到 大概300公里遠左右 好 那這個東西跟前面那個標靶 大概就是我們剛剛講 會動的那個標 大概去那個差距到大概500公里 這就很符合它 如果模擬同時去鏈 對兩個不同的航空母艦打擊群 做目標演練的話 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情況下 就同時對美方的 這樣一個兩個航空母艦的目標 進行模擬這樣一個攻擊 這些都是他們在做訓練上來講 盡量去做一個叫擰真度 而且我們都在新疆沙漠裡面 因為過去新疆沙漠 在中國大陸來說很內陸裡面 也就是說你如果不去靠 人造衛星的話你根本看不到 那你去看人造衛星 因為他人造衛星他會有在地球上運轉這個時間 他也知道我就避開 我在演練這個時間 就避開你 衛星經過的時候 因為其實你看像這個地球來說 人造衛星繞一圈大概是90分鐘 這種間諜衛星 低軌道間諜衛星大概繞一圈90分鐘 那等於說你在我上面的這個時間 大概差不多是15到20分鐘了不起 因為你就一定會因為 第10的這樣的關係或看不到 我就挑這90分鐘裡面 你看不到的60或是70分鐘 我來做測試 你也只能看到測試前 測試後我也很怕你 但是我到底怎麼打中 你就不知道 對這個是目前中國大陸可以做得到的 不過你剛剛講到這個距離的設定 就是說它以將近500公里左右的距離相定 有可能就是在台灣東部的海面 從宮古石原一直到 蘭嶼綠島中間的距離 如果這邊放了一艘這邊放了一艘 如果要同時再進行兩個作戰攻擊的話 那它自己的作戰攻擊想定的模擬 是怎麼樣的去處理這兩艘紅風部件 那它可能就會同時動用 包含像東風16或是東風17 同時對這兩邊的 而且其實是飛彈打擊 而且真正它在攻擊的時候 它可能不僅僅只有使用D對D彈道飛彈 然後這個我們絕對要了解到一件事 它其實還會包含利用像轟六 轟六一次丟一堆長城的 他們叫東海石 這樣長城的反艦巡弋飛彈 然後去打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它要能夠確定 能夠對美國的航空母艦進成一個 能夠形成一個決定性的打擊 然後要把你這個 叫做區域拒止 就不讓你進來的話 它其實一定是要同時利用多手段 甚至甚至還包含空中的戰機 然後三管四管齊下 然後能夠確定 真的能夠打到 因為要真的能夠打到你 才會讓你怕 才會讓你不敢靠近 因為你航空母艦作戰來說 為什麼我們剛會講到池原公古 然後到綠島南以外 還大概300多公里 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要在離你的池原區 大概至少400公里左右 這樣你的戰機才能夠發揮作用 如果你在1000公里外 你的飛機來了 我們大家都睡著了對不對 來了打一打對不對 你一定距離不能太遠 所以為什麼 你說今天美國真的要能夠 對台灣進行一個有效的支援 其實難度很高 為什麼我會說難度很高 因為首先你看台灣周邊 美軍能夠動用到的空軍基地 因為我們最近在哪裡 加草納 加草納在哪裡 琉球 民航機的航程是一個小時多 七八百公里外 七八百公里外對不對 所以其實相對來說 美國要用七八百公里外的空軍基地 然後派戰機來持緣的話 所以對它來說要有效 一定要能夠比加草納更近 但是相對來講 大陸也不是坐在那邊白白的 就那邊來了 這個我們就不玩了 不是這樣 它一定也知道 美國會在這個區域進行支援 所以它一定要制止你的航空母艦 離到台灣那麼近 至少要逼到加草納 或者是比加草納更遠 所以你看最近常常說 美國人可以從關島持緣 關島 關島離台灣兩階都多公里 飛來就三四個小時 飛來三個多小時 當然你說美國F22可以超一處巡航 他要超一處巡航 他還是要在台灣的東邊 建立這個加油廊道 這時候人家就找加油機去打你 所以相對來說的確沒有那麼容易 這個真的就要引用到 黃介正老師的名言 台灣離舊塾太遠 然後離威脅太近 真的是這個樣子 美國最近一直在公佈這些新疆沙漠裡頭的 以美軍航母為模擬的 這一個戰略戰術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對讓美國本身 美國國防部知道 現在大陸對於他們叫做反區域巨招 Anti-Assess and Assess Denied 就是講A2AD 大陸是非常認真的在做各種的測試 然後跟這種的study 其實他的用意就是要告訴美國軍方 現在中國大陸已經具備這樣的能力了 所以警示內部 對 其實就是要警示 就是讓自己內部的人 能夠不要再混下去了嗎 當然 其實你看美國這種軍方 或者是很有意思 他會用這樣一個訊息 一直出來告訴你ID 人家現在這麼厲害了 我們現在的東西可能沒有辦法 更花點預算 這個錢來吧 對不對 我們才能夠有更多的錢 去對大陸能夠有更多的能夠有效的辦 他的辦事的這樣一個武器 我們能夠研發 而且要能夠採購 像比如說你看很明顯的 美國現在在高超音質武器上面來說 是落後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能夠有效的辦事 好 我也需要更多的高超音質武器 國會就撥款吧 就是乖乖撥款吧 然後當我們軍方提出這些預算的時候 這些元老院這些大元老們 不要有太多意見 就給錢就是了 對 當然在民主政治裡面 只要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要錢 人家都在炸你的航母了 你還不趕快加強資金軍備 錢吐錢出來 給我們鹽巴武器 讓我們買買買 對 所以是美國內部的角力 很有可能 其實當然是 因為你看 對於美國的國會要撥預算給你 一撥這種預算給你 都可能是好幾百億 甚至上千億美元的 這樣一個預算撥下去 你說你要能夠說服這些國會議員 為什麼不把這些錢花在美國的國內的 這種各種事務上 就聯邦這種事務上 你要說清楚講明白嗎 你威脅在這邊嗎 人家現在已經強過你 其實對美國民眾來說的話 這招也很有效 為什麼 因為當美國民眾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美國已經不是 在這個地球上最強的國家的時候 它也會讓美國的民眾 激起一個危機感 願意投票去支持那些同意 強化國防的這些國會議員 這很重要 如果今天同樣有一個議員 為什麼你看 當初有一個很大一個點 就是說美國為什麼 就是說我們當初要買錢建的時候 其實當初小必須說 賣給台灣八艘財電錢建 為什麼後來只聞這個樓梯槍 不見那個錢建出來 很大的原因就是說 今天美國海軍自己就不願意 我今天要幫你台灣獲得 這個八艘財電錢建的時候 這個時候國會議員說 你幫台灣弄了這八艘財電錢建 跟你要花一招四五十億 上百億美元做核潛艦 差別在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你要說服我 因為效益其實差不多的 你真的打仗的時候效益差不多 但是後面你核潛艦 可以提供美國在這個區域中 很大的戰略優勢 這個東西不見得是 每個國會議員都能夠去說服選民的 這就變成說你要能夠說服我 我也才能夠告訴我的選民 我們還需要這樣一個東西 我們要花很多錢 重點就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你說最後 我們跟美國小步棋說 願意協助台灣獲得八艘財電錢建 到最後無疾而終 變成馬政府到其實後期 就是馬政府第二任期的後期 已經很清楚了認知到這一點之後 好決定要成立 國建國造 錢建國造這樣的辦公室 其實很多人都說 都是蔡總統上來以後才太高高了 對不起並沒有 其實很多事情是 就是馬總統在第二任期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局是這樣 非得這樣走的時候 這時候開始做 當然你說後面政權替換以後 蔡總統可以更快的上手 這其實是有他的 這是一個事實 不能什麼事情都說 國民黨就是反軍國黨 其實沒有這麼簡單的一刀切 好 非常謝謝校偉今天來為我們分析 台灣的距離 包括了F-16V的成軍之後 對於空軍戰力的加強 還有潛艦國造 是不是真的能夠造出一艘潛水艇 增加台灣海軍的實力 這是非常重要的防衛自主能力的關鍵 今天非常謝謝校偉 那我們現在也開放會員制的訂閱 所以想要加入深喉嚨之友 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長期支持我們的節目 另外也歡迎你訂閱按讚分享 設定提醒收看的小鈴鐺 隨時來聽我們這裡所提供的相關的資訊 廣告幫忙看 很重要 廣告 我這樣留給你 我看廣告 告訴大家一下 短廣告要幫我們看完 長廣告請看30秒 30秒之後再按下略過廣告 你看的時候底下 都會有一個秒數在跑嗎 對不對 或者是如果你是在手機上看 至少要那個分鐘 要跳一個分鐘 你再幫忙再按下略過廣告 好 非常謝謝校偉 我們下次再見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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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